还有美国跨党派参议员提出台湾关系强化法案 全方位提升台美关系 像是要改由参议院同意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任命 职称改为代表 以及要求遵循台湾旅行法 要求台湾出席高层峰会或军事演习等国际活动 只不过同一天 中国大陆在表决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